阿们 宣布和平安如意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宣布早安 在每天 无论是从报纸 从电视 或是从脸书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新闻 尤其在脸书 看到有一些朋友 就破文 就说我前天才跟你通电话 你今天就走了 我们昨天我们还一起吃饭 今天你就这样的离开了 为我们来说 这个是一个灾难 但是在天主的计划里 这个是收割 在今天的读经语 我们将听到 天主派遣这些的天使 他看到 收割的时期已经到了 为天主来说 收割的时期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遇到这些的 我们就从天主的角度来看 这些人是被天主收回去了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妥师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重罪同罪圣马力达 天使圣神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摧帘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摧帘 上主求你摧帘 基督求你摧帘 基督求你摧帘 上主求你摧帘 上主求你摧帘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振作我们的精神 使我们以全富热忱 善用你的圣从 多蒙你救援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 末世录 若望我 在神魂抄靶中 看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相识人子 头上戴着金罐 手里拿着一把锐利的镰刀 有另一位天使 从殿里出来 像坐在云上的那一位 大声喊道 伸出你的镰刀 来收割吧 因为收割的时期 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 已经成熟了 于是坐在云上的那位 就向地上 挥动镰刀 收割了地上的庄稼 又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的殿里出来 也拿着一把锐利的镰刀 又有一位 掌管火的天使 从祭坛那里出来 向那位拿着锐利镰刀的天使 大声说 伸出你锐利的镰刀 收取地上葡萄园的葡萄吧 因为葡萄已经成熟了 那天使就向地上挥动镰刀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把葡萄扔到天主烈怒的大杂酒槽里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已经驾临审判乾坤 上主已经驾临审判乾坤 请向万民宣布 上主为王 他稳定还宇 不再动荡 以正义公允审判万邦 上主已经驾临审判乾坤 苍天和大地要欢欣鼓舞 海洋中的一切要踊跃欢腾 原野中的一切都要雀跃 森林中的树木也要舞蹈 上主已经驾临审判乾坤 因为上主已经驾临 他来审判乾坤 按正义审判普世 以信实对待万民 上主已经驾临审判乾坤 主说你要忠心致死 我必将生命的花冠 我必将生命的花冠赐给你 我必将生命的花冠赐给你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共睹圣路加福音 如愿光荣归给你 那时候有些人正谈论圣殿是用精美的石头和换源的献礼装饰的 耶稣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到了时候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都要被裁毁 他们就问他说老师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呢 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你们要精神不要受欺骗 因为有许多人要来加冒我的名字说 我就是墨西亚 又说时候尽了 你们不要跟随他们 当你们听见战争和盘乱发生时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先要发生的 但是结局还不会立刻来到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将来一个民族要起来攻击另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要攻击另一个国家 到处将有大地震 几缓和文艺 将有空母的异象出现 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 上主的圣言 基督 给我们一个记号 这个是不是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了 他们就用了很多很多圣经里面的章节来证明说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了 甚至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一个证明 将来有饥荒 有大地震 也有文艺 那现在的文艺已经蔓延全世界了 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 从很早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些的文艺 从初古纪就是就有了 以后在大概多少一百年前也发生过了 那时候我想每一个人的心情也是一样的 有很大的一个问号 天主给我们什么记号 世界末日是不是已经来到了 是不是已经进了 但是一等到现在 还是一样的 所以好像是这些的文艺 再重复以前所发生的 那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文艺 已经会过去 过了以后我们再等待下一个文艺会出现 可能不希望不在我们这一生 所以这些一定会再来 那跟我们今天的福音 是不是真的是世界末日真的要到来的吗 耶稣跟门徒们讲 你们看到了这些 你们不要以为已经到了 你们还要等待 这个的时候要来到的还有一段的时间 还有一段的时间 我们还要再等待 在耶稣讲这些话的 因为门徒们他们看到这个圣殿 圣殿盖得这么的漂亮 这么的华丽 所以早期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就说了 他说圣殿山 从远远的来看的话 好像是一座雪山 摆如雪 为什么是摆 因为这个圣殿 他们用的是摆设的大理石做的 那除了这个大理石做的 在神殿的那个周围 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装饰 那这个装饰是用金 全金做的那个装饰 有的是黑洛德他还愿 他还愿 有的是其他的国家的国王的奉献 所以从远方来看 如果有太阳 大太阳的时候就看到是这样的 好像在发光的发亮 所以门徒们一看到这些 他们就成长这个华丽的圣殿 但是耶稣就说 时间会到 那到那个时间到的时候 没有一个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 那耶稣的预言是预言圣殿的 那个被摧毁 在七十年的时候 罗马人就来攻打了耶路撒冷 以后呢 真的是把那个圣殿的那个城墙都拆毁了 好 重点是在哪里 耶稣讲了今天的福音 重点是在哪里 他要提醒门徒们 你们要准备好 准备好你们的心 不要受骗 那时候会有人来说 我就是摩西亚 那时候就说时间已经到了 你们不要受骗 所以你们一定要准备好 你们心里面应该很清楚 摩西亚是怎么样的 他要求我们是怎么样的 而不是每一个人来左右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的去跟随他们 所以耶稣 警告门徒们 他们要做好准备 不要受骗 我想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除了不要受骗 我们自己不要成为骗者 我们就不要带别人走错了 走错路了 走错方向了 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等待的时期 我们要自己清楚我们的方向 我们也要带领别人 跟我们一起走 往同一个方向 走向摩西亚 走向耶稣基督 让我们把我们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奉献给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原型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残酷 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既以你的执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马里亚 基督圣人圣女的马里亚 终身是过敏 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受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 我家里受 其各其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群体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这世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用和书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利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权利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神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愿者 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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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为我心高荡 你满地随随随随随随随同 你满地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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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